今天来拆一箱刚到的咖啡机 这应该是我近期最贵的一个包裹了 自从你上了喝咖啡 大大小小的工具真的是买了一大堆 感觉家里都要放不下了 但是还是忍不住想买 所以就一步到位 选择了一台即磨豆 萃取打奶泡为一体的 一式半自动咖啡机 那就是这一台佩洛奇的S1 在选它之前 我做了很多的攻略 直到看到了这个对比图 让我果断选择了它 因为对比同类型的机器 它的功能会更加的全面 这是咖啡机里面配的 八合一的配件盒 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有一个咖啡专用的小毛巾 这里是一个58毫米的不锈钢手柄 质感非常的好 这里是一个奶白色的不锈钢的拉花杯 里面都不要有刻度呢 这里是一个分量感很重的压粉锤 单份的粉碗和双份的粉碗 这里是一个清洁刷和蒸汽针 还额外赠送了佩洛奇的不粉碗 真的很贴心 就不需要额外购买了 拿在手上呢 也是沉甸甸的 质感特别的好 还有一个黑色的电子衬 这也不需要额外购买了 还送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咖啡杯 这个颜色真的超级适合冬天 不得不说一句 送的配件真的非常的齐全 如果以后有机会 我能弄一个工作室的话 我觉得把这咖啡机放在工作室也挺不错的 这里是它的说明书 使用之前呢 一定要来认真的看一下 这是它的水箱 容量呢是三升的 有喊朋友来家里喝咖啡啊 这个容量也是完全够用的 这里是一个开关键 这是磨豆键 这里是热水键 有独立的热水功能 平常用来泡茶的话呢 也会非常的方便 这边是单杯键 双杯键 还有一个手动萃取键 那它除了压力表之外呢 还有一个双筒显示屏 这个值得一说 作为新手来说呢 可以清楚的看到 研磨时间 萃取水量 萃取时间等等 那操作起来呢 就非常的简单 一目了然了 这里是磨豆腸 一共有40个档位可以调节 档位选择越多 做出来咖啡的口味呢 也会更丰富 它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小设计 添加了一个高低杯架 可以适合不同的杯型 忽不及待要来做一杯咖啡喝了 先撑18个豆子 调节一下它的研磨度数 放上手柄 按一下磨豆键 机器就开始工作了 咖啡粉磨好之后呢 要撑一下大约是18克的样子 接下来用部分器 让咖啡均匀的分布在咖啡碗中 用压粉锤给它压紧实 哇看一下这油脂真的超级丰富 这里是蒸汽的开关 今天试着来做一下卡布奇诺 它的蒸汽桶呢是双孔的 基本上30秒呢就能打好奶泡 以前在面包店上班的时候呢 接触过打奶泡 但是真正说要拉花的话 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 上面就撒上一点可可粉 装饰一下算了 再来一份我今天做的太妃糖 糖而甜 配上咖啡的酷 真的很nice 这一口下去真的太惊艳了 比我之前买的龙缩咖啡叶 要好喝很多 能喝出不同的层次 咖啡呢非常的纯香 真的很赞 这一台咖啡机真的越看越喜欢 奶糊糊的颜色 颜值呢特别的高 用起来也很顺手 推荐给喜欢喝咖啡的朋友们 今天做的太妃糖呢特别好吃 所以又熬了一锅 打算来分享给大家 这里面放的是八代木 吃起来呢特别的香 现在天气冷了 打算来解锁各种小零食 以后就可以陆陆续续上新了 现在真的很开心 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并且又有经济来源的一个事情 每次看到自己做出来的成品呢 真的是满满的成就感 感觉这么一包真的好好看 今天的话呢一共是打包了五份 有没有想吃的朋友们 我们就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随即把这五份松出去吧